欢迎各位又全面进场 如果你是喜欢我的节目 希望你可以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今天话说美国名利苏达州的黑人George Floyd 遭到一名白人警察跪颈致死一事 就一石击起千层浪 最终引爆到全美的种族抗争 好了 这件事出现之后 中国的网军承虚而入 不断在微博和Twitter那时候带风向 到底他们搞什么呢 最终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将警暴的责任 归咎在特朗普身上 就想借这件事去影响美国总统大选的选情 首先就是在微博上 整席大陆的小粉红 见到美国出现一个这么大规模的示威 马上就极度亢奋 而且还开始二人创作一些虚购的消息 就说美国在搞一场共产主义革命 到底在微博封传的这条消息是怎么说的呢 就说在2020年5月29日晚上 明尼苏达州的德鲁斯市宣布发动起义 成立一个由无产阶级revolution委员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 暂定国名就是美利坚社会主义联邦 他们说这个委员会号召全美人民拿起武器 参加这一场起义 并且声称资本主义已经走到末日 社会主义将会埋葬资本主义 一部分国民警备队已经发生蛙变 并且加入德鲁斯政府的民兵组织 而白宫对此还未做出回应 这些放明就是完全虚构 但在微博上是得到大量的转载 即是证明他们根本就不需要听真实的消息 而只不过是想听他们对的消息 在他们这条风传的贴文当中附带一张图片 这张图片显示有一帮美国人拿着一些共产党旗次 以及一些红旗在街上游行 这单消息本来就好像帮自己面上贴金似的 应该是得到大陆网军的鼎力支持 怎料大陆网军组织第八在他们微博上 竟然说要帮这件事辟谣 他们走出来说明尼苏达州的德鲁斯市是没有发生起疑 这单新闻是假的 那张举着共产党旗游行的图片 在18年10月的时候 蒙面的示威者在俄立江州 只是展示出来 竟然他们对这个假消息或清界线 为什么他们忽然之间会这么好心 为什么他们有功都不领 唯一的解释就是 他们不想将美国现在发生的这场大规模的示威 和中国构成任何的联系 到底为什么他们不想让别人联想到这种联系 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 到底是不是纯粹害怕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声誉受损 还是有其他的目的要急于撇清关系 事实上在微博封传的那张图片 他们举那个共产党旗 这张照片是真实存在过的 而且现在在美国那时候 搞这个大规模游行的 其中一个组织叫做Antifa 中文叫做反法西斯运动 刚刚就已经被美国总统特朗普 宣布了他们是一个恐怖组织 好了 那这个所谓的Antifa 他们到底是什么立场呢 当然 顾名思义他们就是反法西斯 但是同时之间他们又亲共 很奇怪 他们又很喜欢举一些 苏联的旗次 共产党的旗次 周街游行 这个组织到底和中国有没有关联呢 好了 另外在Twitter上 也形成了另一条战线 有不少大陆的网军 就装扮成为台湾或者香港的网民 响鼠不断地留言 然后内容全部都是要来分化美港或者美台关系 到底他们留的是什么言呢 他们不断地在说 光复美国黑人革命 或者光复香港是佛革命 这些完全是写字 写错 没什么语文水平 喂 那个是时代 没有一撇 大陆那些网军的语文水平 不如再教育才上场 不是笑死街坊 是你的时伐 好了 另外他们又留下了 那些什么手足门 I can't breathe 这些摆明就是东拼西臭 手足门 手足就是香港的示威者 常用的词会 I can't breathe 就是抄华春莹 就是扮着被人跪颈 黑人所说的说话 我呼吸不了 所以这些完全是炒一叠 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故此 其实在国际战线上 这些人所触及到的 大部分都是海外的 那些华民用户 基本上是接触不到那些真正的美国人 但是他们无非的目的就是要为了分化美台或美港的关系 就是在这里搞乱当 根本上香港人对于美国大规模的示威 是没有作出一个明确表态的 因为这个真的是属于美国内部的事务 好了 接着我们就分析一下 到底现在这场美国大规模的示威 会对美国的政局或者是美国的大选 会构成一些什么的影响 实际这件事的起源就是在美国的明尼苏达州 而美国明尼苏达州 在战后长期以来都是由美国的民主党去执政 在这样的情况下 当在这个州里面发生了一些警暴的问题 责任应该就是属于这个州政府才是 为什么会怪罪于联邦政府 会逮捕到特朗普的头上呢 当中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逻辑关系的 就算有衰也是民主党籍的州长衰 要问责都应该向他问责 好了 现在这个情况就是明尼苏达州的州长 处理不妥善 最终搞到这个示威 就波及其他的州份 先就是其他民主党的执政州份 现在连共和党执政的州份都波及了 现在搞到有21个州实施了宵禁 有70多个城市 好了 现在这个情况下 民主党到底做了什么呢 在他们执政的州份就好像无为而至 特朗普就要派出国民警卫军 去到他们执政的州份那处 希望可以恢复社会秩序 民主党要造成的画面就是好像特朗普下令要震步 就是要把整件事件拉到特朗普身上 至于拜登做了什么呢 他就走到特拉华州首府威明顿市 那里 去做什么呢 視察受损的商店 然后戴着口罩单膝跪低 就和一名黑人的男人和一名黑人的小孩在对话 这就是要制造一个关心黑人的画面 他就是要令特朗普損失黑人的选票 但是整件事的始作俑者就不是特朗普 就是名利苏达州政府处理不当 然后波及鄰近那几个民主党执政的州份 再演变成全国规模的示威 但是现在就怪罪于特朗普身上 这个是非常不公道的 但当然民主党就是做到这个效果了 事实上不想特朗普连任的又何止民主党 还有共产党 所以中国的网军和官媒就好像捡到枪 台湾叫做 好像执倒宝 我们香港人叫做 马上就对于特朗普这种行为 就作出口诛不伐 就说他下令震报 又说他没有民主 这种事实际不关他事 这件事不是要支持特朗普才这么说 而是因为整件事的逻辑关系要搞清楚才可以 因为美国是行联邦制的 那没理由你州政府的问题 出了乱指就怪罪到联邦政府的总统头上 怎样都说不过去 那时又不是特朗普支持白人警察的跪颈 他也是谴责的 是不是呢? 当然现在在美国就无理了 反正很多黑人就走上街头示威了 甚至乎今天就有消息传出 原来在29号的时候 有班示威者就包围着白宫 使得特朗普一度就要走进去白宫下边的地部 那处是避难的 这宗消息不是戈涉的 是有这个纽约时报 和霍氏新闻的认证 他们也是真的 我相信也是真的 因为霍氏新闻就是小友亲特朗普的媒体 就好像特朗普灌台一样 他说得出应该是真的 而大部分美国的媒体都是亲民主党 这些媒体正正在这个关键时刻 发动传媒战 就是要把那些信息怪罪于特朗普身上 而中共就在网络上大打这个信息战 故此特朗普连任总统之路 绝对是不容易的 而且是去到非常严峻的境地了 一旦他流失了这些黑人选票的话 基本上 今届的选举都是这样的 因为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 美国有一班示威者 他们就不说什么邏輯关系了 而且他们的矛头也不会指向 明尼苏达州的州政府 他们很明显就是要把整件事 扯到特朗普的头上 然后就变成了一个反特朗普的运动 当然现在他们是成功煽动了 一班人去这样做 就去包围白宫 其实是错了对象 不是特朗普下令要跪颈 所以这件事 民主党是成功了 大家也可以看到 有不少实施宵禁的州份 都已经是波及到共和党执政的州份 很多是共和党传统的票仓 故此今次总统大选 特朗普就变成了不太乐观 这一节先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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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